看回数据主要的空气污烟物在路边的那些 其实九成左右是一个很高的比例 是跟双容车相关的 所以我们政府在前几年推出第一期的 涂体那些很旧很旧的柴油车 令到路边空气的污烟物 过去几年间改善了三成甚至更加高的 我们刚刚最近就给了立法会一份文件 进一步将一些都是第二期我们一堆的相对旧的车 它们占着我们路边的空气污烟物是大约两成左右的 我们希望都能够在未来几年间逐步淘汰 同时间会有一些特位的补偿能够平衡到 整体社会利益和各别车主的做法 下星期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会谈这一件事的 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讨论过程 希望做到一件事就是如果相对一些年纪比较大的 高污影的车希望在一段时间之内逐步淘汰